大家好,我是魏之超 我们继续来聊帕斯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我们先来看一座墓碑 画面里这座墓碑上写着 这座坟墓中埋葬着一位年轻的英国诗人 他曾在病榻上因仇敌的权势和凶恶而满心愁苦 他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捐刻这样一句话 此地长眠者,名声水尚书 刚才这块墓碑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祭祠的墓碑 刚才这段话就是他的墓志明 祭祠在25岁的时候身在罗马远离家人和朋友 因为肺结核而慢慢窒息死去 死得非常痛苦 而且死前他还为自己没有获得应有的荣誉而感到痛苦不堪 所以他才要求在墓志明上写上 此地长眠者,名声水尚书 祭祠觉得自己的名声只是书写在水上 水上的波纹散尽的时候 他的名声也就被人遗忘了 其实在祭祠生产重病之前 他是非常自信的 他一直坚信自己死后作品仍然会流传 尽管当时就有很多的恶评 但是他非常自信 他说,我死后会牺牲英国伟大的诗人之列 但是在临终之前 他的自信就完全消失了 他不再相信自己死后作品还会继续流传 像很多普通人一样 他最终也向自己提出了那个永恒的问题 生命会轮回吗 他在最后一封家书里提到这个问题 他说,我会醒来然后发现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吗 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有来世 因为人生不会只为遭受磨难 真是很让人唏嘘 上一期节目说的追求那种真实的永生 的确能够帮助一些人缓解死亡带来的恐惧 但是毕竟对于多数人来说 真实的永生太过于虚无缥缈了 所以更多的人呢 其实是从象征性的永生里寻求安慰的 那么什么是象征性的永生呢 象征性的永生啊 就是人们渴望成为不朽的文化的一部分 通过文化延续过去,承接未来 那么我的生命不在了 但是我希望我死后精神不死 我的精神遗产会被后人铭记 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一直流传下去 这就是象征性的永生 寄此渴望的生望啊 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永生 他要的不是一时之明啊 他期望的是被后人一直铭记啊 是长久的名声 在我们上一期说过的那个苏美尔人的史诗里啊 无法获得生命的不朽之后呢 吉尔加美什就开始专注于获得生望 他开始做全世界都会记住的一些事情啊 以期获得生后名 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 在打仗的时候会随时翻阅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这部史诗里记录着战争里 因为英勇的事迹啊 获得不朽名声的那些英雄 亚历山大大帝呢 也希望自己能像这些英雄那样名声不朽 亚历山大大帝打仗的时候呢 还会带着记录员啊 好让记录员及时的记下自己取得的军事成就 好让后人一直记得 如果我们自己能像祭祠 能像亚历山大大帝这样博得大名 那自然是最好了 但其实呢 哪怕是别人的声望啊 居然也是能够平息我们自己的死亡恐惧的 请你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 有一天你出差坐飞机 登机的时候呢 头等舱的旅客已经登机完毕了 你经过他们的时候 偶然撇到有一位戴着大墨镜的女子 她头发短短的 脸瘦瘦的 正在低头看着手机 显然是不想被人认出来 你觉得有点眼熟 不过也没有多想 飞机起飞后不久呢 就剧烈的颠簸起来 机长通过广播说 旅客们我们可能会遇到强气流 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系好安全带 随着颠簸加剧 你就越来越紧张 但这个时候你突然灵光一现 你突然想到 刚才在头等舱里见到的 不就是王飞吗 突然之间啊 你的紧张程度好像就缓解了一点 过了一会儿呢 飞机终于不颠簸了 平静下来了 这时候你听到后面的人说 哇你们知道吗 王飞也在这架飞机上 我刚才看见他了 他就都在头等舱 可能这就是我们没有掉下去的原因吧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迷信啊 也的确就是很迷信嘛 但是这个段子并不完全是瞎编的 有一个调查显示啊 如果人们知道 有一个名人坐在飞机上的话 那他们的确就会相信 发生坠机的概率会降低 离有名的人比较近啊 就仿佛会给自己带来 躲避灾祸的神奇力量 你看啊 名望与永生在潜意识里 是很容易连接在一起的 名望会驱散死亡恐惧 哪怕那不是自己的名望 只要我们离他足够近就可以了 反过来的影响呢 也同样是成立的 在另外的一个研究里啊 如果唤起人们的死亡恐惧的话 那他们就会更加崇拜名人 因为名人的存在证实了 被人永远铭记 是可能实现的 那么如果我们认识到 取得像这些名人那样的名望 太过于困难的话 那我们还会再往后退一步 我们至少期望自己的价值观 理想可以被我们自己的子孙继承 就算不能活在史书里 那至少也得活在家谱里嘛 在一个实验里啊 德国的受试者在想到自己的死亡的时候 就会对拥有儿女表现出更强烈的渴望 并且希望越早生啊越好 想到死亡的时候呢 美国的受试者会更加愿意 把自己的名字传给孩子 把孩子取名叫做小某某某某二世等等 一想起会有孩子来延续生命呢 一些以色列的受试者在一个填词任务里 联想起跟死亡有关的词汇 就会相对变的比较少 你看一想到子孙满堂死亡就似乎不那么令人困扰了 而且呢更加关键的是孩子可不仅仅是父母肉体的继承者 我们其实会把自己珍视的信仰和价值观传授给他们 希望被他们祭牢 然后再传给下一代 事实上一些家长会因为孩子背离自己的信仰而断绝关系 或者把他们抛弃 甚至是杀害他们 这可能就是大一灭亲的其中一种心理机制 这说明很多时候在我们心里 把我们珍视的价值观传给孩子 比把基因传递给他们还要更加重要 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来 想要自己的名声被后人记住这种心理 跟上上期节目说的那种拥抱文化价值观 拥抱自尊的心态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名望会直接提升自尊 名望也会把一个人跟他信仰的文化价值观 更深度的绑定在一起 由此获得了一种象征性的永生 那么既然人们可以通过象征性的永生 来抚慰心灵 那么这件事也会有另外一个黑暗面 那就是反过来 人们也会因为象征性的矛盾而相互仇杀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族群都渴望超越死亡 但是这种渴望就引来了 我们彼此之间的杀戮和暴行 我们这个族群的社会文化体系 会帮助我们暂时抵御死亡恐惧 但是其他族群也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信仰体系 来帮助他们管理他们自己的死亡恐惧 如果我们承认别人的信仰体系是真理 那我们自己的信仰体系就会不可避免的受到质疑啊 美国作家艾琳·哈林顿 在她的《不朽者》这本书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非常恰如其分的描述了这种心理 哈林顿是这样写的 他说如果那些人奇怪的胡子和可笑的帽子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我在什么地方比他们更加优越呢 难道他们也敢奢求获得永生吗 如果那样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把我从天堂里挤出去 我可不想那样 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果他是对的 那么我就是错的 所以说嘛三观不合罪致命啊 因为本质上辩论三观其实就是在争夺进入天国的入场券 你的那张入场券如果有效的话 那我的这一张入场券就作废了 所以呢我们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应来化解其他的文化价值观对我们的冲击 这些反应有比较正面的也有负面和极端负面的 比较正面的反应呢是把对方的文化同化和吸收过来 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啊 美国的年轻人当人嬉皮士玩摇滚穿牛仔裤吃夜卖片 他们跟父母一带各种反着来 掀起了一场反文化运动 他们要把美国的主流文化掀个底朝天 但是到了70年代呢 里根总统上任的时候啊 嬉皮士那套爱与和平的价值观 已经演变成了可口可乐的广告词了 有一个可口可乐的广告词是这样的 我想教全世界完美和谐的唱歌 我想给这个世界买一杯可乐陪着他一起喝 你看啊 10年过去主流文化就把反文化给吸收同化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70年代那个时候啊 高档的牛仔裤的售价高达100美元 杂货店里出售的燕麦棒有50多种口味 60年代抗议主流文化的歌曲到了70年代已经变成了电梯里播放的清音乐了 不过呢 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啊 其实是很少以这样相对和平的方式收场的 大多数时候啊 我们都是用一些更加负面的方式来处理冲突的 负面的处理方式里最轻的一集叫做贬低与非人化 我们的第一道心理防线呢 就是贬低和污蔑那些与我们的价值观不同的群体 我们会认为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是无知的野蛮人 是魔鬼的仆人 是被邪恶的统治者洗脑了等等等等 或者呢 他们牙根就不是人 比如说纳粹就把犹太人说成是老鼠 在艾斯基摩人的英纽特语 在一些美洲土著非洲土著和新几内亚的土著语言里 代表自己这个部族的词就是人或者人类这个词 那这就意味着其他部落的人在这些文化当中就不被当做人类来看待 沙特阿拉伯有一个地区的人把所有的外来者都称为Tash Alba 意思就是海上来的垃圾 你们这些跟我们不一样的牙根就不是人 那你们相信啥对我也就不会有多少威胁了吗 但这样的自我哄骗也不总是有效的 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干脆就直接选择把对方肉体消灭 纳粹不光把犹太人说成是老鼠 他们还把犹太人投进了焚尸炉 在帕斯这本书的作者主持的一项实验里 当美国的一些保守主义者想到他们自己的死亡之后 他们就会更加支持对那些直接威胁到美国安全的国家 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打击 在另外那项实验里 伊朗的大学生在想到他们自己的死亡之后 他们就会更加支持对美国进行自杀式的袭击 他们也更加愿意自己去充当自杀式袭击的袭击者 所以你看死亡恐惧会放大我们对那些有不同信仰的人的仇恨 让我们想要去伤害那些挑战和侮辱我们信仰的人 我们要追求象征性的永生 那么那些威胁到我们这个追求的人 就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哲学家罗素说过 我绝对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现身 因为我的信仰有可能是错的 而云云众生所做的选择 往往与罗素的这句话是正好相反的 好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下期节目我们又要切换一个视角 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肉体这个角度来谈死亡恐惧 我是卫之超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你关注点赞收藏评论 我会在这个频道里坚持输出各种心理学心知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